我們把LD點矩症的硬體接完了 現在要讓它會效 因為它有64顆 其實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圖案 那在webduno裡面你要做圖案要做動畫 都蠻容易的 會比你用attuno的容易很多 所以我們一樣進到我們的體驗版 剛剛體驗版的部分 那個程式我們就不要了 你要留的自己按鏈子 不留的我們就把它丟掉就好 就把它丟掉就可以了 你只保留那個開發板 開發板你可以留著 對不對 你不是有那個 那個號碼在裡面的嗎 對不對 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各位 開發板還是繼續留著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的LED點矩症請問要找哪裡 它是屬於發光元件 在這裡 發光元件有沒有一個叫做LED點矩症 就是這個 你找這個地方LED點矩症按下去 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設定角位 第一個積木 第一個積木所以你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我們這個角位 請問要設在哪裡 剛剛我們設在哪邊 16 16 14 14 是嗎 16 5 所以先確認好你的硬體的角位有沒有設定正確 好那有了之後呢 風明器大家已經有體驗過了 所以你要不要測試都沒關係 我們的重點在LED點矩症你要會 小 所以在一樣找到發光元件 LED點矩症的第二個積木 你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丟出來 這樣 好啦 各位 我累一下吧 就這樣子啊 我已經會笑了喔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會笑了 沒有笑的請舉手 那個要笑 不行 你去哪一陣診所看的 趕快通報一下 因為無效啊 好冷喔 有沒有不會笑的 因為在這個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們開發板現在都變什麼顏色 開發板左上角那個燈啊 綠色 你知道為什麼它會變綠色 因為我們有沒有用到有兩隻腳是有毛毛蟲的 我們不是講過嗎 那有三個毛毛蟲的那個腳位是不是三色有綠燈的 可是我現在是不是用到兩個 所以它兩個也會受到影響 這樣知道為什麼它會變顏色的吧 你今天如果不用到那個毛毛蟲的腳位 比如說我用16 145 那都沒有毛毛蟲的 它三色的綠燈就一樣是熄滅的 好這個是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大家都會笑的嗎 現在你會笑臉的 我們就可以再來試看看其他的圖案跟動畫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先停止 各位剛剛你用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一串號碼就會是笑臉 內建的 所以如果要你設計圖案 叫你背這個數字你要嗎 不要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Webdino不會那麼狠 所以你來看一下 LED點舉這裡面 在Webdino呢 他除了用代碼的方式以外 還有很多 你看可以做動畫 可以做跑馬燈 你看再往下 有沒有發現 還有英文數字 圖案 他都有幫你內建在裡面 但是不可否認 就是如果你以後要做的比較多動畫的內容的時候 用代碼 有沒有比較快 因為他在用的積木最少 好 那我們先試看看下面這裡 你如果想要顯示這個 數字 我就把它丟出來 就丟在這裡 有沒有把它那個替代掉 對不對 就他原本這個 文字的字串 你就把它塞進去 那他每地方放他就會跳出來 好我們來試看看 這樣子 再執行一下 有沒有變99 這樣了解了 你應該不會變88吧 你的有沒有變99 喔那你要看一下 稍等一下 有了嗎 你的變44 所以你真的少兩條線 那等一下我們再確認一下好了 那請問你 我們64顆 LED點舉證 你覺得最多可以數字可以顯示到多少 就是兩位數 0到99 就29 那英文呢 你可以試看看英文 好不好 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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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丟出來 如果你不要那個數字 你就把它 塞掉 你可以試看看 英文 如果你打一個字 也可以 打兩個字 也可以試看看 比如說 AB 試一下 看看這樣會不會出來 請問這樣有出來嗎 有出來一個字加一半 對不對 因為英文字的話基本上大概就是一個字 就一個字母 他可能沒有辦法容納到兩個字 那慘了 我們就這麼小的螢幕 怎麼辦 你可以搭配跑馬燈可以搭配動畫 你看學校外面現在有沒有都有那個 紅色的那個跑馬燈 有啊 那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動畫跟跑馬燈差在哪裡 跑馬燈 跑馬燈就是會跑的 叫跑馬燈 因為他就是一串字比較長 或一個圖案比較長 從左邊或右邊跑過去嘛 或上下這樣跑動 那麼動畫就是圖形的切換 也就是他不見得是跑的 他可能就是不同的圖案在那邊切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 你今天如果你要做動畫 我們來這邊 我們試看看 在上面這裡 我們先做動畫好了 我把它丟出來 剛剛這個 你要留也好不留也沒關係 我就先丟掉 好先把它丟掉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的動畫在這邊告訴你 你今天要 顯示動畫的時候 他有一個動畫的時間 但是這個單位要注意一下 他是毫秒 請問你 一秒鐘等於幾毫秒 對沒錯 一秒鐘等於1000毫秒 所以現在我們預設值100 請問是 多久換一次 0.1秒就換一張圖片 所以速度蠻快的 那你現在呢 不管你是用文字 數字 甚至他內建的圖案都可以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來 你要有一個英文 丟出來 我要一個數字 我也丟出來 我要一個他內建的圖案 這裡有沒有 他有幫我們內建一些圖案 你也可以丟出來 有沒有一個愛心 或其他的 好這樣子 現在我們再重新play一下 有沒有圖案在切換的 因為0.1秒就換一個 所以有沒有覺得速度比較快一點 但是其實我們做動畫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做動畫的話是什麼 就是視覺戰流啊 對不對 以前有學過視覺戰流 其實如果你要動畫比較平順的話 就是我們看起來他很順的移動 一秒鐘至少啦 最少最少要12格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學過flash 做動畫那一種的 一秒鐘就要12格 那麼如果能夠快一點 會更好 所以現在新版本的flash是24格 電影也是24格 這跟我們生活上有關係 因為他 比較平順一點的 就會比較OK 那我們在這邊其實是不需要顯示那麼快 所以你也可以把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把它切換成300 這樣子你就可以讓他每一個 一個形狀 就看得比較清楚 每個形狀看得比較清楚 叫做做 慢動作 對不對 一格一格一格慢慢動啊 那 所以請問你 這樣會不會用的 會的 所以如果你要 顯示I love you 該怎麼辦 L L 愛心 U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看這裡 在這邊 這個英文是不是就變成 I 對不對 然後愛心跟他換一下 然後這裡丟掉 再複製一個 U U U 這樣可以嗎 請問 如果 你要的超過三個怎麼辦 他現在不是只能做三個嗎 超過三個要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齒輪 搞不好你兩個而已啊 對不對 對 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東西跑出來 對 你如果需要再多一個 按著往下拉 放開 有沒有多一顆 如果這一顆不要 按著往旁邊拉 有沒有就少了 用完 齒輪再收起來 好所以這個地方是可能跟你以前學的那個城市 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齒輪按一下 變數不是丟在 直接丟上去是丟到旁邊 你拉在上面他就增加在上面 你如果是放在下面他就放在下面 這樣會了嗎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多個的 你就從這個地方齒輪那邊按下去再把它做出來 那現在我這邊好了 我們就play一下 試看看囉 有沒有 I love you 出來了 對不對 你可以搭配圖案啊 因為有時候英文字比較長的時候 你可以用圖案來做 用圖來代表那個 感覺 這樣會了齁 那我們要進入到跑馬燈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跑馬燈跑馬燈 你有沒有發現動畫他就一直做下去了 因為 你也沒叫他說要挺啊 所以他就 不斷的動不斷的動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跑馬燈的部分 跑馬燈跑馬燈在上面 跑馬燈 我先把它丟到上面丟下面好了 在這裡 請問 如果我這兩個積木一起執行 最後會剩什麼 這兩個積木 一個做動畫一個做跑馬燈 請問他會剩什麼 對 因為我們程式執行的順序是由上而下 所以他執行完這個是不是又換這個 所以其實你這個就算沒有關掉 也沒關係啦 只是當然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我還是建議 看你是要停用還是就把它丟掉 會比較好 好 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跑馬燈 那你就知道 跑馬燈的話要做什麼 有一串東西給他配跑 那現在呢 預設的這個其實還是一個愛心 那個笑臉 笑臉 那現在呢我們先測試一下 你看看跑馬燈的感覺 有沒有這樣跑馬燈 是一個笑臉在跑 好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打字 比如像我們剛講那個 欸我字比較長啊 可不可以打英文字 可不可以打一串的 我們剛如果你是做動畫 那只能一次一個畫面 是一個字母而已 那現在呢你就可以試看看 好我這個地方 就把它丟掉囉 如果我現在要跑一串字 我就來這邊告訴他我要打英文字 好 打什麼英文字呢 隨便你啦 你要這樣子 這樣子 好這樣子 就一串的 對不對 我們play一下 來試看看 有沒有跑出來了 這樣子就有一串字跑過去了 這樣有成功嗎 所以你可以有多個 但是 要考考各位一下 因為這樣字很長 我想看過去應該早就已經忘記前面講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跟剛剛一樣 可不可以用形狀的 用形狀的 那就問題就來了喔 請問你 在這邊 可以放幾個 請問這裡可以放幾個 好像只能放一個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齒輪 沒有啊 那你就沒辦法加啊 要怎麼辦 那就只好自己來 所以這個在我們程式裡面把這種東西稱作字串 比如說 我講一句話 你又講一句話 然後兩個字要接在一起 這樣就要字串 因為字串是可以相接的 所以我們找找 這個地方 基本功能 文字 我們 早上已經用過這個 直接打字了吧 有沒有在遙控器螢幕上顯示什麼 但是那是一個而已 可是我要兩個以上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建立字串 看到齒輪了喔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拿出來 接在他後面 這樣子可不可以丟進來 就可以串接在一起 好可以串接在一起 在這裡我就怎麼樣 i我就留著 不夠的 我就從這邊 有沒有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好用完了 收起來 但是 你在用這邊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 用的是英文 還是數字 前面這個類型 一定要分清楚 你不能說 i就直接接這樣 他不知道這是英文 或數字 這樣清楚了 會 沒有辦法跑出來喔 所以我用這樣子英文 好那我再加一個 複製一下 這個是u 可是再來就是圖案喔 再來是圖案的 我來找這邊的圖案 丟出來 這樣 有沒有 不一樣的類型 我們透過自串 是不是可以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後 我們來看看結果如何 有沒有 I love you 變跑馬燈了 剛剛做動畫 現在做跑馬燈 做動畫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串接 沒有問題 但是做跑馬燈 你要串接 就是要透過自串 它才有辦法接在一起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webduner 在外面 要控制這些圖案 有沒有變得還算蠻容易的 也沒有叫你要 記什麼一些代碼啦 或者比較複雜的那個 做圖形的方式 他就 還蠻視覺化的 我可以接在一起 我可以接在一起 我會接在一起 你會接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